中寮乡有一间在地人相当推荐 便宜又大碗的石井面店 当初为了照顾身体未央的母亲 放弃台中的房地产工作 返乡串串业 她煮的石井面也被大家称作校女面 不仅在地人推荐 也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前来品尝 逼着头认真煮着拿手的石井面 她是面店的老板李立敬 原本在台中从事房地产仲介的工作 由于母亲年事已高 毅然放弃台中的工作 回乡创业开设面馆 同时照顾母亲 她的孝心让大家将她煮的石井面 称作是校女面 因为最主要是妈妈身体不是很好 我之前从读书就都在台中做房地产 所以因为三两天她就有事 她也不去住台中 所以干脆回来 一阵子以后就想说 算起来没事做 反正说老也不老 说年轻也不年轻也该找个事来做 因为我对吃的很有兴趣 像我的汤头 我都很认真的 不会偷工剪掉下去熬的 我的食材也是每天都是新鲜的 料赶放就好吃 就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像一般的店家说 一定要算成本多少 反正就我一个人跟妈妈 反正生活能过就好了 不要赔本就好了 由于用料实在 在中疗乡渐渐的小有名气 大家知道她是为了照顾母亲 而回乡开面店 也都以实质的行动 给予支持与鼓励 吃起来口感非常的丰富 因为它本身食材很多 所以加上它一些汤头 真正下去熬汤头过的 所以吃起来非常的圆润 因为每天经过这边 看生意都不错 想说来吃看看 的确料好实在 都吃光光 对 里面的东西都还蛮新鲜的 由于在家乡开面店 又能照顾母亲起居 比起刚回乡时 母亲的身体比十年前更好 也让李丽景相当欣慰 如果以工作上是不值得 可是不能这样讲 因为最主要是以妈妈为重心 妈妈回来 她现在的身体比十年前还好 像我旁边的玉米啊 青菜都是我妈妈坐着板凳 她可以慢慢做 以前的不行啊 以前连吃完你都要拿到家里去给她吃 最起码 这时我也回来已经做九年多了 这几年当中她身体比以前还好 不仅在地人推荐 也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前来享用美食 校里面吸引了人潮 如果能够配合观光推荐 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周寮乡各景点游玩 让周寮乡的观光能够更加发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